哈囉,今天要帶給大家的是一份我目前幾乎每天都在吃的早餐 大家應該都知道早餐片吧 倒進碗裡加一點牛奶就可以吃,很方便的 但是這裡面呢,其實糖分還蠻高的 所以其實還蠻不健康 我今天要做的是類似於早餐片的燕麥片 英文叫Branola 顧名思義就是由燕麥做成的早餐片 我的做法呢,是參考Everyday Food的這支影片 有興趣各位可以點擊連結進去去看 但是呢,今天我要做的做法呢,超簡單 原料只有四種 乾燕麥、椰子油、蜂蜜跟鹽 首先要記得先把烤箱預熱到160度 我先把四杯的燕麥加進混合碗裡 然後加入大約四湯匙的椰子油 你可以把油換成任何你喜歡的油 像是橄欖油、沙拉油或者奶油都沒有問題 稍微攪拌以後呢,就可以加入蜂蜜 在這邊可以教你一個小技巧 用涼油的涼杯裝蜂蜜的話 蜂蜜就不會黏在涼杯裡面 就不會遇到蜂蜜卡在杯子裡留不出來的情況 非常方便喔 之後就是送進烤箱啦 時間設定在40分鐘 倒一半的時候稍微拌一拌 確保烘烤均勻 成果就是像這樣呈現焦糖、金黃色澤的燕麥片 蜂蜜焦糖化以後產生的香味絕對會淹沒整個廚房 出爐以後等到冷卻就可以裝進罐子裡 常溫保存三個月的時間囉 每天早上只需要搭配自己喜歡的優格 水果就會是一道非常美味的早餐 誰說健康早餐很難 我是克里斯丁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在我的粉絲團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